美军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暴行不可接受 美国以各种理由为凶手开脱 使其免受惩罚的行为更令人无法容忍 当美方在领导人民主峰会上 搭谈民主人权的时候 那些死于美军枪口下的阿富汗无辜民众 却没有人过问 他们家人的冤屈却无处身处 这就是美国鼓吹的民主人权 带给世界的残酷现实 我们谴责美方打着民主人权旗号 对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 发动军事该设的野蛮行径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对美军在世界各地滥杀 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 进行调查 追责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美国以所谓民主人权为借口 在世界上自以妄为的时代已经结束 美军杀害各国无辜平民的罪行 受到侵犯的一天 终将来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